为在嘉兴街129号到133号之间的这条标线行人行道 当地里长最近争取完成了交通软杆的装设 里长说会争取装设交通软杆 是因为经常有公司行好的货车 临时停放在人行道上 严重影响行人通行 尤其是附近三星国小的家长和学生 几乎都走这条人行道 这是在嘉兴街129号至133号这边 设置了食物跟软杆 在没有设置交通软杆之前 我们基因往路二段因为有很多店家 尤其是某知名的这个KTV店家 因为他们的饮料跟食物都非常的多 所以说货车卸货司机一来一停都是将近半个小时 造成这个行人的不便 以及店家的困扰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对面就是三星国小 这一条就是我们嘉兴里的学童呢 到三星国小上学的必经之路 所以说相对来讲 许多家长也都反映了这一条路的需要的一些安全性 这也加深我们对于学童们 不管是上学或者是放学之间 他们的一些非常需要重视 因为那些卸货司机其实大部分都是下午的时段 来做这个卸货的工作 完全就是会跟我们学童的这个放学时间 有所冲突 所以说才会做这样的紧急措施 里长也感谢市议员张茂南紧急办理会刊 目前已经完成了15只交通软杆的装设 所以说这次特别请这个张茂南议员 紧急会刊 这帮我们设置了15根交通软杆 希望呢就是希望在这些软杆设置之后 而且我们也有配套措施 在后面呢也有画了一个这个货车停车格 就是希望未来这些货车司机呢 都能好好的去停到这个货车停车格去卸货 然后呢也关注到我们行人 还有三星国小学童们 这个行走的安全 也会让这个做生意的店家的这个前面 也会非常的干净 只会造成说 例如说我们的民众来这边喝咖啡 还要接受这些噪音跟这些怠速的这些空气污染 所以说特别感谢张茂南议员 另外在嘉兴街与嘉兴街175项的十字路口 里长也发现十字路口虽然有三盏路灯 但无法照亮靠近人行道的区域 因为本身在这个路口 那边有灯 这边有灯 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 这一个部分和这个部分都有相对性的安全 就是在这一个 这一个角落那个部分呢 是会比较暗 我经过我们的这样的测试来讲 那边比较暗 然后那边又是有行人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绿色标线行人行道 也就是当夜间晚上行人走这边的时候 如果这边呈现黑暗死角的话 不管是来车 这边以前来车都会看不到行人 而且车子过来的时候 这边消费车或者是什么行车 也会产生一定的危险 由于居民担心阴暗的路口角落 会影响行人和行车安全 因此里长也请许巧新议员协助会刊 将采取移动路灯等措施来解决问题 这里是嘉兴街本县以及嘉兴街175项的十字路口 由于这边经常车辆很多 然后尤其到了晚上 因为在这个部分有一个黑暗死角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特别请许巧新议员 来帮我们做一个紧急会刊 希望可以弥补这个灯暗的黑角的这个措施 因为各位可以知道 像我们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三个角 其实都有路灯 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办法设置路灯 所以说我们只能紧急在对面 将原有的路灯拉高并且放大灯的瓦数 而且为了怕把这个灯的亮度照射到住户 所以说又将这个路灯再往旁边移一点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民众的光害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希望可以对这个黑暗的死角 造成一个紧急的补救 那据公登处的表示 希望可以在这个六月底前完工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许巧新议员 针对民众的需求 也就要这样的紧急的反应 那我相信在这个十字路口 在这个公登处增加这个亮度之后 不仅可以增加行人以及行车的安全 由于嘉兴里向道之间车流量很大 为了维护社区民众的行走安全 里长相当注意交通相关的问题 希望透过各种改善措施 来提升里内的交通安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